嗨 大家好 我是吴清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2017年春天妝容的分享 那主要是以粉紅櫻花色為主軸 創造出春天浪漫氣息的感覺 那如果你對於這支影片有興趣的話呢 就請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呢 我會先用Laura Mercier的幻顏凝露 做妝前打底的保濕 接著我會使用妙巴黎果然星激光遮瑕膏的旗艦版 做臉上瑕疵的遮瑕 那這款遮瑕呢 它非常的保濕 而且非常的好推開 可以上在眼睛下方黑眼圈的地方 或是鼻翼兩側放紅的位置 都可以達到一個很不錯的遮瑕程度喔 再來我會用妙巴黎果然星激光粉底液的旗艦版 混合VGL的貝殼光妝前乳 那這兩個混合以後的粉底液的感覺呢 可以讓肌膚呈現一種比較自然明亮的感覺 然後接著使用海綿推開 掰掰 剩下的粉底液呢不要浪費喔 我們可以再次加強在需要遮瑕的位置 像是眼睛下方 或是你一些臉上的瑕疵你比較在意的位置 接著記得要使用蜜粉做T字部位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 還有跟剛才做遮瑕的地方做定抓 那我使用的是ELF的紗菌 那記得用量不要上太多 以免粉感會很重 接下來會使用 ETUDE HOUSE淺咖啡色的眉筆 創造出淺色自然的眉毛 然後讓整體妝感看起來會比較柔和自然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接下來會使用VDL的眼影打底膏做眼皮的打底 使用眼影打底膏呢可以讓眼影的顏色顯色度會更持久 那今天因為要創造出粉紅櫻花色的眼影的顏色 所以那我今天的眼影盤主要是使用 ETUDE HOUSE的冰淇淋雪格紫色眼影盤 那我會先使用淡粉色的霧面眼影做打底色 然後畫滿整個上眼窩 然後記得眼睛下方也要畫到喔 接著我會使用粉紅色帶珠光的眼影 當作今天眼影的主色 那我會用眼影盤裡面的眼影棒 沾去畫在後眼睛三分之一處 然後記得用暈染刷把界線暈開 記得眼影下手的位置記得都要從眼尾開始以免顏色會太重 接著我會使用帶珠光的咖啡色 然後上在眼睛的前二分之一處 然後記得可以在眼睛的中央做加強 然後讓整個剛才的紅色眼線的位置界線不要這麼的明顯 那接著我會用暈染刷將眼影的界線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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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畫在眼睛下方的前三分之一處做眼頭的打亮 那接著我會用米白色珠光眼影 然後畫在眼睛下方的前三分之一處做眼頭的打亮 那接著就開始夾睫毛啦 我的睫毛夾呢是使用蘭蔻的睫毛夾 那我會先使用KATE的睫毛打底膏 這款打底膏呢真的非常的好用喔 它可以讓你的睫毛捲翹一整天 而且會增加睫毛濃密的感覺 那接著我會使用KISS ME花樣美肌 他們最新出的玫瑰棕色睫毛膏 那我使用的是濃密款的 DRIVE DRIVE 接著我會使用NARS的3D立體光燦修容餅 然後在鼻樑兩邊的延伸眉頭的位置是照出鼻影 然後可以讓鼻子看起來更挺更立體 那像嘴唇下方的凹陷處記得也可以稍微帶到一些些 那今天的腮紅呢是使用NARS的腮紅 然後會搭配31的KABUKI刷刷具 然後這個顏色呢是帶著非常漂亮的眩光 然後可以讓肌膚有一種曬過太陽一樣的好氣色 然後完全不需要再上打亮 那接著我會使用KANMAKER的粉色腮紅 然後讓粉紅櫻花的感覺會更明顯一些些 記得不要唱太多喔 那我會接下來使用刷具 然後將剛才兩個腮紅做的地方做暈染 比較不會有色塊的感覺 那今天的唇材使用的是NARS的新產唇蜜 這個顏色非常自然而且帶光澤 然後有一種淡淡的粉紅色的感覺 那最後我會使用ARITON的紅色眼線膠筆 然後畫在眼尾的地方 可以讓眼影的主色更明顯 那記得下手不要太重太粗喔 眼神才不會太過銳利 那也可以上一點點在下眼線後面的位置 然後讓整個眼睛看起來比較有整體感的感覺 那今天的粉紅櫻花春天妝容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希望你們會喜歡 然後記得要幫我的影片按個Like 跟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Bye